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群山环绕,这里是三江源头,这里雪山连绵,金川纵横,湖泊新罗起步 三江源它的地理位置真的很重要,作为我们国家来说,它就是说被称之为中华水塔 长江,黄河,滥苍江都是从这里发源,我们的作用也就是说保证中华水塔,保证这个一江清水相冬流 在当地,高寒地区特有的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雪豹,马舍,野驴,黑颈鹤等珍稀动物在这里生活 近些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湖泊湿地面积缩减,干涸 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2017年2月28日,三江源生态法庭成立,扎西担任厅长 我们这个地方猎捕杀害这种行为本身不是很多 因为就是说农民本身的这个意识放在这里 但是还是有个别人他会去猎捕杀害 他完全是受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 扎西介绍,这些案件中许多被告人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小孩上山去放牧,然后他在这个岩石的中间发现了这么一只熊 就是卡死在这个岩石缝里了 然后小孩子跑回去给大人一说,大人觉得有这么个事 毕竟他知道这个熊掌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 所以就上去,他就觉得反正让他腐烂了,也就是腐烂了 他就把这个熊掌割下来 割下来之后,他等于是觉得反正这熊不是我为了就是说专门卖熊掌而去杀的这个熊 他等于是类似就觉得就是好像我捡到的 然后他不知道法律不允许去出售 等于是,虽然说是你捡到的,但是你一旦出售就等于有了一个盈利的目的 他知道他不能去杀熊 但是他不知道他把这个熊掌割下来之后,他不能去卖它 即便是说捡到或者说是死掉的这样的尸体 他可以把这个尸体交到相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 但是他自己没有权利去处分这个东西 扎熙说,这种情况是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不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花大力气去谱法 真正做到预防犯罪 三江原生态法庭实行集中管辖,辖区27万平方公里,六个县市 加上山区,农牧民住的分散 多数时间都在外放牧,很难召集在一起 因此,法庭每次开庭都尽量采取巡回审判的方式 让牧民们把邻居家人都叫来,以案是法 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 10月28日这天,扎熙带领三江原生态法庭干警一行 驱车80公里来到重达乡 虽然不远,但由于是山路,单程也需要近两个小时 这次巡回普法活动是和林草局、森林公安局联合举办 数百名老乡前来旁听 普法活动全程用藏语进行 活动结束后,大家争相领取普法材料 2017年6月,三江原生态法庭在龙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设立了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站 扎熙担任联系法官 龙堡自然保护区因黑井鹤闻名 黑井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 是国家一级保护栋 上世纪80年代,龙堡自然保护区的黑井鹤数量一度只有22只 经过多年的努力,2019年,黑井鹤的数量上升到300多只 鸟类种类也从之前的61种增加到现在的111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